我们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 佛在帮助我们 我们的一生 通通是佛安排的 无论什么境界 圣境 逆境 善于 悟于 我们讲境是环境 外面的环境 有圣境 有逆境 小环境是我们居住这个地区 大环境我们住的这个地球 云是人死环境 我们面对这一切人 人有善人 有恶人 佛用一个境 一个圆就通通包括了 静是物质环境 圆是人死环境 在境运当中 自己能做得了主 不为环境所干扰 这个很重要 自己要能做主啊 不要被环境转了 我们要转环境的 要相信佛的一句话说 静随心转 心做得了主啊 整个环境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都跟着你转了 自己做不了主 在环境里头 其了贪嗔之满 生气 七情无欲 那你就被环境转了 啊 修佛的人 真正修佛 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看了 在境运里头 你有智慧做主 不是感情用识 啊 修佛的人 装不了环境 受不了环境的亚迫 环境的诱惑 那你就用念佛这个方法 啊 心里头 念念是阿弥陀佛 啊 离外清清楚楚 我佛号不简短 啊 我实在没办法了 求佛力加持 环境自然会转变 你遵战 怪忽 歹 愿